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川普 就是大家票选的第一名 其他的问题还有主题 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之后还是会做 这个是票选第一所以就先做 其他的大家不用担心我还是会做 就是按照顺序来一个一个慢慢做 那么虽然这个是票选出来的春节期间 有什么好事发生 但是刚好这一次的春节也是新月 2月1号 不是什么2月1号 对对对是2月1号 我说的是杨历的2月1号 刚好就是农历的1月1号 那1号我们就知道都是新月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这一次的新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好运 或者你要说是这一次的春节期间 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 因为这是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呢看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影片 如果刚好是我上传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春节期间哦 那如果是之后发现的话呢 那就是新月这个这次的新月 有什么样子的好运要带来给你们哦 OK那么我们这一次有四个选项 1 2 3 4 四个选项这是四个不同的雷诺曼的牌组 OK不一样的雷诺曼牌 那么我们待会也还会用一个一副塔罗牌来抽牌 所以大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雷诺曼的这一个花束 花束就是代表礼物啊 OK代表好运啊 所以呢我这次用花束来代表 那大家选择一个最喜欢的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新月 或者是春节期间 有什么样子的礼物或者好运要带来给你们呢 如果需要更多时间的话呢 可以暂停影片 时间轴的话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那么我要就从第一组开始选 开始解牌哦 OK好选择第一号牌组 你们选择是这一枝花 OK这一枝花 我们来看一下春节期间 有什么样子的好运要带来给你们呢 我们抽三张哦 什么样子的好运呢 第一张出了路 哦女生 春节期间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呢 第二个 OK Fox 哦哇 OK 我们出现了三张牌哦 大家有看到它是自己飞出来的 那么 Fox and Birds 我们把牌都抽好了在一起看 如果大家先牌 太慢了 哇 OK Fox and Birds Fox and Birds 语者牌就直接飞出来了 好 春节期间有什么样子的好事呢 或者是这次的新月有什么样子的好事 第一个 复我这张牌飞出来 超级迫不期待哦 有很多新的开始 或者一个结束 或者是一个开始 因为是零号牌嘛 它可以是一个结束 也可以是一个开始 而且呢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呢 我不晓得啦 现在就是因为COVID的关系 我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去旅行哦 但是听说那个Omicron不是 就好多人得 但是它就是比较像感冒的症状 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我觉得它是扩散的很厉害的 好 但是不管 看你在身处哪一个地方咯 然后如果你们的那个法规 严不严格 可不可以出去旅行哦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这一张付我的牌呢 也有代表是有旅行的可能性 那么 如果你是在就是很久 因为没有时间限制嘛 很久很久之后发现这个影片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COVID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一张牌就是代表 会有这个旅行的可能性 在未来 这是一个好事 就是要出去旅行了 而且是一个 可能是你从来没有去过 所以是有一点 既兴奋又害怕 然后就是那种 踏上未知的旅程的那种感觉 那这一张牌也很有可能是 当然有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啦 但是这张牌也很有可能是 想要自己去做一个旅行啊 或什么的 如果没有 不是一个physical的旅行的话 OK physical是 就是真的去一个旅行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 新月或春节期间呢 也许呢 你会体验到 很像旅行的一个 一个感觉 因为旅行是什么 就是见多世广 所以你可能会念一本好书啊 然后或看一个 很很棒的电影啊 或什么的 然后就会让你很有 身丽其境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 哇 心灵得到很大的满足 像是心灵旅行那一种感觉 那么 其他 除了这张牌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 雷诺曼的牌有什么样好的 第一个 这个是Lady 这张牌可以代表 就是询问者 OK 问补者的这个 就是代表你们了 虽然她是女生 但是我们因为是大众占卜 就不管性别 所以这个就代表你 或者是跟你可能很好的人啊 之类的 但是哦 这边我们有一个 中间的这张牌哦 是Fox OK 狐狸这张牌 大家可能看到狐狸 就觉得哦 好可怕 但是狐狸这张牌呢 因为我们要讲的是好事嘛 所以 而且呢 又出现了这个鸟 鸟代表的是这个 沟通啦 讯息呀 还有鸟也有代表 飞飞飞飞飞 所以真的有可能 会有那种出去旅行啊 或者是 呃 去旅游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负 那呃 如果不是的话 这边 Birds在家这个Fox 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呃 会有很 就是你知道 会讲 听到很多人跟你讲 很多好话 为什么呢 因为Fox就是一个 很会说话的一个人 他比较狡猾嘛 是吧 他就是很会说好话 嘴巴很甜 OK 然后这个 这个Birds就是有这种沟通的意思 所以呢 可能在这个春节期间 你会听到很多人赞美你 然后夸奖你 然后说你 哇 怎么变这么漂亮 哇 你怎么这么帅 啊 你好像瘦了 然后越来越好看了 等等 就是一直听到 然后或者说 你怎么这么聪明 然后就很多这种 呃 好听话 OK 赞美你的话 哦 皮肤怎么这么好 哇 就是你知道这种 另外呢 Fox这张牌 它代表工作 呃 是一个 是那种 比较朝九晚五的 就是 只是为了 讨生活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么 呃 这一呃 所以这一这样子的意思呢 也是如 当然春节期间是 大家是不用工作啦 但是也许是在其他的地方 是不过春节 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就没有春节 呃 就没有放假哦 所以呢 呃 如果你是在那种 没有放假的地方的的话呢 这张 呃 Fox也有代表 就是工作的意思 所以在工作的时 所以这一段期间呢 呃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新月嘛 所以有 有可能如果不是春节 看到这个影片 是新月的这个时候呢 这一张 呃 Fox呢 还代表是工作的意思 所以在工作上面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良好的沟通 沟通会很顺畅 然后 呃 呃 我看一下哦 呃 沟通很顺畅 然后跟大家聊天啊 说话啊 是非常开心的 呃 或者是说 如果你在这一段期间 有可能你要等待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哦 在工作上面的 那么呃 我觉得你很快会听到有一些音讯哦 所以呢 这个就是春节期间 或者是新月的这一段时间 你们会得到的一个好运哦 那呃 Fox呢 在有一些牌组里面呢 这一张牌 它也有代表 呃 是那种Hobbies OK 就是你很擅长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让它变成帮你赚钱的一个工具哦 所以呢 也许你会在春节期间 或者在这一次的新月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你会呃 发展出一套 就是呃 很 呃 这个叫什么 一个一个side job OK 一个一个一个 另外一个帮你赚钱的一个工作哦 可以帮你赚 赚进一些一些好的这个财富这样子 但是呢 呃 不过我觉得是要沟通啦 就跟你可能会开始发展 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刚才你开始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工作的 等于是呃 什么 副业 OK 副业这样子 呃 鸟哦 鸟的这一张牌呢 呃 加上这个Fox 我另外还有就是你可能在social media 因为在现代呢 鸟这张牌也代表的就是这种网际网络啊 social media 呃 这叫什么社群软体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 也许你的工作可以跟社群软体 你可以在社群软体上面呢 可能会看到很多 呃 好消息 好讯息 呃 或者是你的这个 可能你的follower变多了 right 然后你可能把你的这一个 呃 你的副业也许是跟这个社群网络可以好好的经营 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副业 呃 把它当做一个兴趣 然后甚至他可以 呃 帮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赚钱啊 这样子的意思哦 所以呢 呃 呃 这一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运 呵呵呵呵 呃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social哦 OK 呃 沟通啦 不见得会见到面 OK 呃 因为如果是真的见到面啊 很大的party啊 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呃通常会比较出现是像那个公园 OK garden 庭院的那一张牌 那一张牌 什么的帮你帮你讲好话 然后让你就是可以工作呃 maybe年后 maybe年后或者是新月之后 呃 这一段期间你就会工作变得比较顺利啊 OK 或者是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好啊 大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聊天啊 说话啦 跟你讲一些 呃 不太是心理化哦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fox 是一个比较表面的 但是就是至少表面上面大家很融洽 呵呵呵 OK 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礼物哦 就是在这一次的春节期间 或者是这一次的新月期间 会给你的一个好运或礼物 OK 好 这一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你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二号牌组 是这一张花束 OK 好 选择这一张花束的话 我们来看你们在春节期间 或者是这一次的新月期间 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礼物 OK 已经有签掉这一张 child 然后是这一张 cross 哇 OK OK,Interesting 大家等一下喔,我的 電話沒電 好 這一次的這個新月呢 或者是春節期間 對你們有什麼 會帶給你們什麼樣子的好運 跟這個禮物 還有一張要求 OK 這次的塔羅牌都超快就飛出來 Wow, Hierophant OK,Interesting OK Hierophant這一張牌呢 代表的是貴人 OK,我通常會把這一張牌跟貴人有關 因為他就是一個長者 他很有智慧 他會告訴你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幫你開示 開啟你可能你本來沒有想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認為這個教皇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而且是貴人來的 OK,而且他又會教導你很多東西 因為教皇這張牌 他也有代表是學業啦 或者是 就是那種大的institution government 什麼這種都算 就是organized community 社會啦 這樣子都算 所以這一張牌呢 而且又是一張大牌 哇,大家都是一張大牌 至少一號牌子也是大牌啦 那你們這張牌 我覺得在春節期間或者是 這一次的心願呢 你們會有這個貴人 OK,來可能給你一些開啟啦 或者是幫助你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有一個新的啟發 學到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事物 或者是這張牌喔 也許你在之前去申請 這比較是跟學校有關 如果你們現在正在念書啊 或者是想要去進修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會有聽到不錯的 會有好消息 或者是說得到他們的幫助 他們可能會教導你一些東西 OK,這是好運來的 告訴你一些 可能你沒有想過的想法啊等等 或者是這一張牌 也有可能是一種靈性的開啟 你可能在這一段新月期間 或者是春節期間 你會開始覺得對一些神秘學 特別有興趣 或者是這種靈修啦 宗教啦等等 有一些感應 或者是就特別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可能會有一些這種download 可能你沒有 你沒有特別的什麼宗教信仰 或者你有不管 但是你會就是接收到一些這種啟發 收到一些訊息 來自於宇宙啦 或者是你們的 這種守護神啦 守護靈啦 這個神啦 佛啦 給你們的一些啟示 這也是有的 另外 而且哇這個真的 你看喔 你們這個中間這張牌 也是cross cross這張牌 就是跟宗教 當然雷洛罵裡面 cross這張十字架 比較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意思 但是它也是有宗教的意味在裡面 或者是靈性的一些東西在裡面 所以這邊又出現Hair粉 所以真的你們會有一些 然後再加上這個child 這兩張牌 我真的覺得會有一個靈性的啟發 或者是你開始想要去更了解 可能不管是宗教啦 或者是跟靈修啦 等等這一方面的東西喔 神秘學啦 或者是什麼 不管星座啦 塔羅啦 還有什麼呢 紫威 Rai Ba Zi 還有什麼 你知道印度的星座學 也是有點不太一樣 跟西洋的這個星座學有點不太一樣 還有一種韻度的 或者是還有什麼 風水 或者真的就是宗教 佛教啦 外國的教啦 基督教等等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新的開始 想要去學習一些東西 OK 再來 Cross這張牌 還有一種是那種命運的安排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逃不過 所以在這一段春節期間 或者星月這一次的這個期間 有什麼樣子好運 你會覺得有一些事情就是那種 冥冥之中 嗯 就有他的安排的那一種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某一件事情 Right 因為這邊也有site 你可能會發現某一些事情 然後會得知到某一些東西 或者是我們剛才說的啟發啦 嗯 然後就是冥冥之中 你會覺得 哇這就是一個命運的安排的那一種 當然也有可能是認識新的對象啦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 或者一個新的開始這樣 因為這邊child 我一直在講新開始 就是因為child的這一張牌 有新的開始的意思 那 還有一個 所以這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在child 如果搭配這個size這一張牌的話呢 嗯 在春節期間你們還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好運呢 就是你可能會變得更成熟了 你更成長 我們剛才講的嘛 這種就是學習到了某一個東西 然後得到了某一種啟發 所以你覺得 哇我變得更成熟 我成長了 我 我發現以前想法很幼稚 就把那些幼稚的東西 嗯 拋掉丟掉 然後 呃變得更更 更 睿智 哈哈 睿智一點 更有智慧了 那一種感覺 ok 所以這一次也是這個是給你的一個好運 就我們剛才講的 你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發現了一些事情 然後你就覺得 哇 我我了解了某一個 可能以前想不通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嗯 另外喔 這個size配這個cross 也有一個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這是一個burden 是一個負擔 是那種 負罪感啊 或什麼的這個 背著十字架 有沒有 但是出現了這個size 所以非常好 為什麼呢 未來在這一段 啊 春節期間 或者是新月這一次的這個期間呢 呃 你也會得到解脫 ok 你終於可以把重担放下了 或者是你曾經可能有一些什麼樣子的負罪感 然後呢 嗯 你在這一次的春節期間 或這一次的新月期間呢 你會就覺得好像 我們剛才講的冥冥之中嘛 你可能知道了某一些事情 或者是即使你不知道 你就是覺得願意去把它放下 ok 你願意去放下它 然後呢 去開 開始你的這個新的旅程 或者是 嗯 面對一段新的一個旅程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所以呢 你願意把一些過去的一些 嗯 也許是負擔啦 也許是沉重感啦 嗯 也許是負罪感啦 你會把它放下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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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Sythe 把這個 就是跟這個child這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這樣子的意思是 你可能會想要做 對過去的某一些事情喔 想要做一個結束 做一個完結 所以你會 嗯 結束 終於就是放下 我們剛才也講了嘛 放下某一些事情 然後呢 嗯 好好的面對你的過去 然後呢 嗯 迎接新的未來 right 那如果這兩張牌 我覺得也有一種是harvest 豐盛的意思 因為鐮刀不是只有壞的啊 不是只是刀是砍的嘛 鐮刀它也有這種收割的意思喔 所以呢 也許在這一段期間呢 春節期間你會開始收割一些 你以前曾經做的很多事情就是 哇 你付出了很多很多 right 你這個這張牌 還有代表犧牲奉獻嘛 所以這個也有可能 你就是停止在這一段春節期間 你就是 再也不要再這種默默的犧牲奉獻了 你現在要去收割你以前 犧牲奉獻的事情 然後你要 在這一次的春節或新月期間 你要得到這樣子的 以前的這些付出 現在要來收割它 得到它的回饋 好的回饋 給你 right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冥冥之中 就是有這種 這種 好像就是注定要這樣子的感覺 好像有點 聽起來有點太宿命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哇哦 好神奇喔 OK 然後也許你會更加堅信 這種正能量啦 或者是宗教的能量啦 或者這種宇宙的能量啦 靈性的能量 或神秘的這種能量 也許你會再加深你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想法或者是這種 信念 OK 所以這個就是給二號牌組 在這一段春節期間 或者是新月這一段期間 的一個好運喔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喔 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寫在下面的留言區喔 那也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訂閱還有按讚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順便把小鈴鐺打開 謝謝你們的觀賞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好 嗯 如果你選擇是三號喔 這一張這個花束的話 好 這一次的春節期間 或者是這一次的新月期間 你們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好事呢 好吃或者是好運 這一次的春節期間 哇 又是一個Scythe 喔 Anker Interesting 好 這一次的鐮刀出現都會把刀鋒都會朝向那個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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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哇哇 非常好 OK 哈哈 你們一直想說什麼 嗯 等一下告訴你們 很棒 OK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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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权杖三是 通常是在讲等待 或者是说收往 等待收往的时期 也就是说权杖二通常是说你已经 应该这样讲 权杖一是你开始去 做某一件事情 把它put into action 开始某一件事情 然后权杖二就是在等待 权杖三是 就是已经有点那种迫不及待 很兴奋的那种期待感 因为已经开始看到有一点点那种 收成 有一点点那种成果的那种感觉 然后权杖四就是真的是大庆祝 所以权杖三就是那一种 已经可以看到 之前 拨下的这个种子 或者你之前开始做的某一件事情 终于开始有一点点那种开花结果的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权杖三非常好 而且呢 我为什么刚刚一直挖挖挖挖是因为 这一张的这个clover就是幸运草啊 幸运草就是非常的lucky ok 然后我知道这边出现了一个scite 就是这个镰刀大家会觉得好可怕 就是刀嘛 但是二号牌组也有出现刀 不过他们的牌不太一样 刀这张牌当然它可以代表刀 代表切割代表切断 它也代表是很快速的 很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还有呢这张赛它也有代表收割的意思 所以呢大家不要太太害怕 好我们先讲哦 这一次的春节或者是这一次的新月期间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好事呢 第一个是这个镰刀砍向的是这个 这个 毛哦 毛代表什么呢 毛代表当然 毛代表安全啦 或者代表是一个 稳定哦 所以在这一次的春节或者是这次的新月期间呢 有什么样子的好事 其实我会觉得三号牌组也许 是不是你们现在就是还蛮 一切都还蛮顺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蛮顺的 然后甚至会不会会觉得 有一点小小的无聊 因为你们这边也是权杖三嘛 就是可以开始看到一些结果 然后也很兴奋 很迫不及待啊 就是已经你知道很想要做某一件事情 那所以你反而你是对那种很稳定的状态是不不开心的 OK 甚至我觉得你知道毛有的时候会代表是说 就是可能你知道停太久就会有停滞的感觉 甚至会开始无聊的感觉 所以呢镰刀出现了以后就会把你这种无聊的感觉啦 停滞的感觉啦 或者这种稳稳的这种感觉 或者状态把它打破 OK 所以你可能会在这一段期间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能会 OK 虽然我们说这是好事 好运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 看你看你适应的怎么样啦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比较不喜欢太大变动的话 你会觉得天哪这样怎么会是好事呢 但是呢这个对某一些人来说 他会觉得就是哇我很期待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两张加起来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变化的意思 所以可能会让你会有 但是我会我必须要讲 他是有一点让你刚刚说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去打破你的会有一个突破 或者是打破你现在的这个现状 应该这样说 打破你现在的现状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非常安于现状的话 那么在这一段春节期间或者是说 甚至我觉得春节之后 或者是新月这一段期间呢 你们就是会被现在的现状会被打破 那某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你突破了 你有一个突破嘛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变化 那对某一些比较不喜欢变化的人会觉得 有点要措手不及这样 那既然你现在看到这个 你就可以大概去prepare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连到出现的话 你可能只是有一些心理准备啦 因为我觉得出现的那些改变啦 或突破可能还是会让你 有一点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不过那是好的 因为他把你的这个你习惯的东西 可能有一点让你 让你跳脱出你的一些那种安全 按按什么 那个comfort 那个什么circle 就是你的那个舒适圈 there you go 舒适圈 OK 然后呢 但是是往好的方向走哦 OK 虽然你会有一点手忙脚乱 可是这种突破现状是好事 因为出现了幸运草 他会 你会在这一段春节期间 或这一次的新月期间 你们会有一些 不错的好运发生哦 这张牌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呢 刚好就是你知道 这一次的大概就是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 这个段期间哦 我觉得你会有不错的好运哦 那这张牌甚至是说赌运也不错 OK 可以有就是可以赚到 一些偏财 这张牌表是偏财运的部分 小小的 OK 财运 小小的财运 或偏财运 一点点 就是那种小幸运 OK 小幸运的这种感觉 好的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呢 OK 镰刀加这个好运哦 我觉得也是那种 让你有点措手不齐 让你有点 没有想到的好运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的 OK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收割嘛 开始去做一些收割了 OK 要去做一些改变了 但是这个改变会是 往好的方向去 但是我必须要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这个是小小的小幸运 或偏财运 刀 我们刚才说的 刀是一体两面的 它可以 商人也可以是保护自己嘛 所以这张牌呢 我觉得这两张加在一起 它当然也有 就是你知道过而不及都不好嘛 所以不要太太太over的时候 这张牌 这张镰刀也有可能就是把你的幸运砍掉了 这个也是有的 但是所以 它离得比较远 但是呢 就是你自己要斟酌 可以找到那个balance 但是我觉得 overall的这个是真的很好的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你们在这一段期间 会得到好运或好事呢 就是会有一个突破 会有一些改变 会有 我们刚才讲突破现状 改变现状 然后会有好多 很多好运 或者偏财 然后还有这个是那种迫不及待 已经可以看到 之前播的 播下的种子啦 或者是开始做的某一件事情啦 开始看到它有一些些的发展 有一些些的成果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可以是工作方面 也可以是比如说爱情啦 这都算OK 比如说你正在追某一个人 他好像 感觉好像有一点意思咯 或者是怎么样都算OK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这一张花束 OK 好 所以四号牌组在春节期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事呢 或者好运呢 春节或者新月的这一段期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运跟好事呢 这两张叠在一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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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哦 春节期间 哦 还有一张 哈哈 桃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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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太多,太多 只需要一份 四号牌组 春节或新月期间 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新月 我们看 OK,果然有一种 好事多么 I'll take both of them 你们是唯一有两张牌的哦 塔罗牌有两张 天啊,我一直碰到这个 Sorry Wale of Fortune 然后是这个Night of Pentacles跑出来 所以你们有两张这个牌 第一个Wale of Fortune,我刚才讲了嘛 就是呢,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有一点点好事多么的感觉 有一种,这个也是 命运之轮有一种就是 命运的安排 当然它有 因为它是木星守护的一张牌 所以当然也是有好运的意思啦 Wale of Fortune 我觉得这一张牌哦 代表 如果呢 如果你一直之前就都很好运的话 那么可能春节或新月这一段期间 你就不会特别觉得 你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哦 因为 通常会觉得很自己 哇,怎么这么lucky 一定是跟要有比较嘛 才会有觉得 哇,好幸运 所以 就相对论来说 可能呢 之前如果你真的是 哇,很多事情很不顺啦 或者就是很碎啦 抽到这一张Wale of Fortune 你这一次这个春节 或者这一次的新月的这一段期间呢 你要改运了 OK,你要改运了 你不是那个在下面的人了 你现在终于可以到这个上面来了 嗯 所以呢 你的这个命运要改变了 你要变lucky了 这样子 OK 那如果好运的人呢 你们就要 珍惜着用着你的好运 因为要小心 不要太 这只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啦 不是说你们会变坏运 但是就是说 嗯 好运这个东西 我们要感恩 然后要要感谢 这样子呢 才可以让他 这个运气可以长久 好的运气 那么我觉得在某 哪一个方面 你们的运气会开始转好呢 出现了一个Night of Pentacles 嗯 是一个金币骑士哦 所以是钱 还有工作的方面 嗯 如果你现在是在学习的话 这个也算 OK 学习的方面 工作的方面 钱的方面 或者是说 嗯 比较实际一点的 因为是跟金币有关 所以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 或者是你比较可以看 手碰得到 捉得到的东西 嗯 你可以 你会开始看到有些变化 嗯 可能你 所以太太太太 嗯 怎么讲 太 嗯 abstract 抽象的东西 比如说感情啊 心情啊 这种感觉的话 就 嗯 当然不是说就看不到啊 但是我是说 你可能会感觉的比较有实 就是你会感觉比较明显 的话 是这些你可以看得到 摸碰碰的到 摸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金钱啦 嗯 财运啦 或者是这个 金钱财运不是一样 工作运 或者是学业 比如说学业就是哇 真正日上 得到好的成绩啦 那 嗯 工作方面可能就真的是 得到赏试啦 Right 嗯 或者给你晋升啦 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金币 呃 其实哦 呃 我不是要说 刚刚我们讲说 你们的这个 有点慢 OK 所以金币骑士 其实有点符合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 我觉得你们的运气 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 在改变的 所以如果你说啊 我在这段春节期间或新月期间 我就会马上就变好运 就转好运了 我的运气就改了 嗯 可能不是这样哦 呃 你们的这个好运 或你们的运气是慢慢慢慢 你会快 进入加进 或者是你会 慢慢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这种感觉 呃 或者是 呃 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呃 或者是说 呃 越来越有安全感 或者是说 呃 真的有人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promise right 给你一个承诺 嗯 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刚才讲了很实际的东西 OK 而且你看哦 你们这张中间的牌 就是一个stork OK 就是在讲改变的意思 呃 而且stork这张牌 就是在讲一个upgrade 所以呢 呃 我刚才有讲嘛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之前随随的的话 你现在要改运了 但是你现在就已经很好运的话 你可能不会这么大的感觉到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大的变化 因为你就是已经运气很好了嘛 但是我刚才讲了 不表示你的 你抽到命运之轮就变得不好 呃 但是就是我们要惜福一点 但是呢 你有一张stork的这张牌 非常好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已经 就是运气还不错 然后都很顺啊 这张牌就是你可能 你要 呃 stork这张牌是 有一个改变 会改变的 变得更好 可以更上一层 尤其你看哦 这跟这个tower 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 真的是 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哦 呃 所以呢 呃通常 因为我们知道 这张牌为什么呢 因为托特的塔楼牌里面 呃 托特这个 呃 托特这个人呢 他在写 写他的这个托特之书的时候 他是说反而 will of fortune 真的是 他是说抽到will of fortune 反而是不好的意思 但是呢 呃 伟特牌说抽到命运之轮 他是叫做 有一些 有一些牌 叫他是幸运之轮嘛 对不对 但是他其实是命运之轮 他就是不停不停地转动 所以呃 托特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到这一张 抽到这一张牌 不见得一定都是好运 但是因为你们的这个 呃 我们今天第一个 我们是讲好运 有什么样好运跟好事发生 然后第二个 雷诺曼你这边两张牌 就是真的是 渐入佳境 或者是越来越好 或者是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真的是一个upgrade ok 呃 前前不久我就在听 呃雷诺曼的那个人在讲 他就在讲说这个 呃 这张stork 这张牌呢 他代表的就是 呃 比如说你现在是1.0版 ok 你抽到这一张牌 你就会近身变成2.0版 就是更厉害 更棒 这样子的 你知道这种的upgrade ok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变化而已 他是变得更好 然后变得更棒 更赞 所以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要是慢慢的 呃 不是那种 你不是马上就会看到这个变化的 是慢慢慢慢的 好 再来 Tower这张牌 也代表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工作上面真的会有 也许真的是有一个进签 升职 加薪 ok 就是我们没有 外国人没有过春节这个 这个事情嘛 所以我没有放假 所以事情 呃 一切的东西还是照常在走 那呃 还有就是我们 我讲的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这个也算新月期间 所以任何时候你找到这一张这个影片 新月的这个期间呢 呃 这个letter加上这个tower代表呢 这个letter加上这个tower代表呢 你可能会收到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是一个upgrade 然后又命运之轮好事 所以你真的可能会收到一些好的消息 关于比如说你申请学校 或者是你去找工作 呃 你可能呃 就是会收到一些好的消息 或者是给你一个呃 呃就是你被录取了 ok 不管是学校还是工作的一个信件 right 邮件 呃 如果你不是在找工作的话 你可能就是真的是老板告诉你说 哎 呃 给你一张新的一个约 签一张新的约 告诉你说 哎 你要给你更多的钱啦 或者是 呃 呃 要给你一个更好的职位啦 等等 或帮你做一些什么样子的 呃 这个 呃 职位上面的一些调动啦 right 呃 或者是薪水上面 我觉得比较像是职位啦 但是你职位做一个改变的话 你的薪水也是一样会慢慢水涨船高嘛 所以呢 呃 虽然这边没有金币的牌 呃 我是说没有钱的这个牌 但是我觉得这边也至少有金币 所以真的 钱也是一样会相对的会有一些 往上涨啦 我讲了2.0版 right 然后再来这边是 呃 如果是跟爱情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跟爱情有关的 呃 tower这张牌呢 呃 在爱情里面出现这个tower 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事 代表是你很lone 你很孤单孤独 但是因为出现了这个stork 代表呢 我觉得你的这个孤单或孤独的这个 呃 感觉 right 会 会有一些改变 OK 呃 变得更更更更更孤单吗 2.0版的孤单 没有啦 因为这边是有letter嘛 所以呢 会有人跟你聊天 跟你通讯 跟你写信 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沟通 讲话 所以不会再觉得 哇 这么的 好像都没有人懂我 然后这张可能有那种孤方自赏的感觉 no 开始好像就是呃 有人了解你 然后有被了解 被理解的感觉 呃 这两张牌加在一起 哦 我觉得 还有 虽然它不是一个房子 但是因为我们 呃 因为大众占卜的外星嘛 所以这个 也许你们也会有那种 呃 搬家啦 或者是 呃 在住所上面 呃 的一个移动 OK 或者是 呃 改变 那当然我们刚才就讲了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工作上面会出现一些变动啦 或者是学业啦 之类上面会有一些变动 所以呢 总的来说 四号牌组 你们的这个变化或好事好运呢 是慢慢慢慢的 所以不是马上一下子 呃 那个 就会来的 但是呢 你们就要不要有耐心一点 而且你们 就是你知道 命运这件事情 就是慢慢慢慢在改的 OK 所以 呃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你现在是从1.0版变2.0版 那如果之前你是负的 OK 负数的话 现在你要变成正号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我觉得四号牌组其实 没有 今天的四个牌组真的都还不错 但 我现在在想如果我要的话是哪一个最好 我可能比较喜欢四号吧 哈哈哈哈 但是 anyways 大家 选 如果你 反正选了四号的话 就恭喜你们啰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